第一個,你就先把這七個,包含這個公式,做完之後向下填滿 他這個填滿應該都沒問題,就是你把公式填完,然後快速點兩下 一個 兩個 有沒有 三個在這裡,三個這個value比較特殊,這個可能要特別小心 然後再來四個 五個 六個 七個 那我在那個 就是 上課沒有講到Round 這個Round的話,我順便補充一下,Round實際上就是 再把外面公式,有沒有,就是你做完就是 把什麼呢,這個的合計,實際上就是 等於這個 乘上0.6 乘0.6,上面有0.6,加上 這個 乘上0.4 那當然你按打勾之後,他取到小碎的 已經是取到小碎的第1位了 可是呢 比較標準的做法 理論上,他取到小碎的第1位 是表面上,也就是他利用格式來做 但是如果說你真的希望把它變成 取到小碎的第1位的話 OK OK,那我們可能要需要再做一件事,把它剪下來 不包含等號 再插入一個 應該是數學 與統計裡面的 你找到Round Round 這個 那Round 真的讓你取到小碎的第1位 那你會想有什麼差別 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我現在把這個 假設我現在還沒有用Round 我先把它什麼 先增加小數點 你會發現 他存在裡面的話 像這個是 83.44 可是呢 因為透過格式的關係 讓你只看到 83.4 OK 那實際上他存的還是83.44 底下這個也是一樣 底下這個如果你增加小數點 他是 這個 就是8 他這個已經是取到 後面沒有了 像這個還有 0.4 可是如果說我今天把它Round 公式這個把它剪下來 然後插入那個Round的函數 數學與三角函數裡面Round 那這個最大的差別就是 你把它加了這個Round 取到小數點第1位的話 他就真的幫你把它變成 83.4 那本來83.4就是4捨五路嘛 就是4就捨去掉了 OK 所以你要按確定 那當然你會想說那怎麼看得出來 其實你可以再把那個小數點位數再增加 你會發現後面這個0 這個有沒有 本來是4就 變成0了 OK 那 你會想說那有什麼差別 差別可大了 以後的話計算喔 差0.04 以後如果 很多數字 裡面都會有這小數 那加起來的結果 加總結果一定是不一樣的 應該可以理解這個道理吧 所以 這個地方的話呢 考試的時候還是請加上Round OK 順便補充一下 那 做完 這個 跟 Rank.eq 那做完之後的話呢 在第2步就是你在開啟什麼 開發人員 然後Visual Basic 在這個Visual Basic裡面的話 請你怎麼樣 再把這個程式給打上去 那 一樣嘛 我講過 插入這個 按右鍵插入一個模組 那模組裡面就寫兩段程式 就是我剛剛講這兩段程式 第一段的話就清除 第二段的話就是再把清除這個公式貼過來 然後後面的話呢 再去加上什麼 加上那個 我們要的VPA 就是把公式丟過來的動作 OK這個上課都有講到了 所以請各位回去 細節部分自己再看過 我就不贅述了 那我們要看到的結果就長這樣 清除按下去 他就可以全部清空了 然後按下考評的話呢 他就會自動又幫我把 這個公式呢又丟過來 如果看到這樣結果表示你這個部分就是OK的 最後的話呢 如果你有時間你可以再把 領主 辦事員 什麼 助理員這些都做完了 不過當然量力而為 如果你實在做到這邊就已經差不多 飽和了 你就不要再往前了 然後再來的話就說 請你們在 最後一件事情 就是說呢 這邊請 記得 加上一些註解吧 至於註解寫什麼的話 你可以發揮你的文學創意 沒關係 寫一個文 比如說下面這一行是什麼意思 這行是 什麼 什麼 從第 從 第什麼 第3列 到 最下面列 等等的 OK這邊的話你就是 範圍 或者是前面講回圈好了 反正就打一個回圈範圍 為 OK 範圍 為 為 OK 像這樣 第3列 這樣子然後就知道 你懂下面這一 句話什麼意思 然後底下的話就是 這個是什麼 這個那就不用了 就是 B欄到 N欄 總共有7欄做清楚的動作 OK 諸如此類 甚至你底下還可以寫一些心得 沒關係 你現在上面 上面也可以寫 但 老師這一題 實在是太困難了 我廢了 荒荒之力 終於把城市打對了 或者說你 或者是還有一個狀況 就是你實在打很久 但是還是錯 你可以在這邊說明一下 老師我真的檢查了 最後還是沒辦法 找到正確答案 可以請你手下留情 好 是不是 好 類的啊 好不好 不然的話 有些同學 我們大概知道說 到底你 因為 最後其實差一個地方 都不行 但是 但是有的時候你已經盡力了 我也看到你很盡力 我很 很想幫你 但是沒辦法幫上 所以你大概說明一下 OK 你可以加在註解裡面 好不好 那我可以註解 我的溫宣講作品 這單 你就自己發揮你的巧思吧 還有一點 請各位注意一下 下個禮拜 考試 就是考試 考試的意思就是 第一個 沒有open book 規則說明 第一個 沒有open book 第二個的話呢 請不要舉手發問 老師這裡我不會 真的之前有同學 考試的時候 還舉手發問 如果電腦問題 那就換一台就好了 OK 因為下禮拜 我們就直接 因為有些電腦問題 沒辦法解決 你乾脆就直接換一步 我們有一個 考試時間的限制 大概是這樣子 OK 應該可以理解 所以待會也許 你可以 把這些再run一下 run手一點點 那我發現其實你們 還沒有真的很認真在準備 因為為什麼 因為我剛好看了一下 在YouTube上面的點擊次數 就知道了 OK 因為其實還沒有發揮 到那個最高的 鏡切 OK 因為點擊次數其實 好像才多少次而已 發幾次了不是嗎 沒有吧 沒那麼多啦 剛剛看了一下 好像才 觀看次數才35次而已 是上禮拜的啦 上禮拜 像這個影片 也才幾次而已 28次而已 OK 有啊 這邊有那個 有廣告跳出來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所以下禮拜的 第一題 也就是我們會從三題裡面抽一題 如果你剛好抽到這一題的話 你希望拿到 這個滿分的話 大概就是 就是 剛剛講的 七個公式 加 兩段 VBA層次 把它打出來 就OK了 基本就有分了 第二個的話呢 請你在層次上面加上一些註解 註解 裡面跟我說明一下 到底是發生什麼情況 OK 好 那我們先休息一下 待會再來 複習那個 後面兩題 我們要 我們要不要再看這道菜 我們要不斷 我們要不斷 我們要不斷